事实上,骨质的保养和运动、日晒、饮食、息息相关 芝麻糊、豆浆或是高钙蔬菜都是获得钙质的好来源 加上运动和适度的晒太阳,补充维生素D就能拥有健康的骨质 其实奶类、豆类都是优良蛋白质 每餐至少吃一种豆、奶、蛋类食物 摄取足量多元的植物性蛋白质 就不必担心蛋白质缺乏的问题 因为以蔬食为主的话 比较要担心的就是缺乏的肉类 蛋白质摄取会比较少一点 可是其实从蔬菜里面或是说从豆类 我们都可以摄取到足够的一个蛋白质的摄取量 大家要说蔬食里面膳食行为是比较多的 那孩子在排便上面就比较不会说像有便利的问题 痛风并不是吃太多黄豆造成的 而是本身的生理代谢出现了异常状况 蔬食来说尤其是像我们地中海椅子里面提倡这个大量的蔬食 蔬果 那这个的确是对痛风的病人在药物以外的帮助是最大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极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感谢观看